你好 歡迎收看8月27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呂慧 吉安鄉的楓年祭即將進入尾聲 而納豆蘭和李露部落在27號舉行了楓年祭 部落勇士傳唱著特有的祭舞 在眾人歌聲帶領之下 除了感謝祖靈庇佑 祈求來年能夠五股豐收祖靈保佑 納豆蘭和李露部落的百名勇士 也穿戴著大雨冠傳統服飾 展現了百年來傳承的文化祭遇 花蓮縣吉安鄉原住民人口約1.5萬人 是全縣之最 其中又以阿美族人人口最多 由於暑假期間適逢阿美族的封年祭 吉安鄉內各部落接力舉辦封年祭典慶豐收 27號上午縣長徐振衛 吉安鄉長游淑貞原民會主委一將巴洛爾 美國在台協會AIT處長 以及多位議員接出席祭典 還有在這裡曾衛首先恭喜大家 好我們希望這個明年我們把我們自己的 聚會所蓋好好不好 好 在這幾年在我們的中央的支持之下 我們到明年為止會蓋上28個聚會所會完成 而在未來至少會再有10個聚會所來完成 我也相信未來中央的地方一起合作 一部落一聚會所是我們的期待 以及一部落一文件站更是我們未來努力的目標 光臨現在有111個文件在家 散不彈是全國最多 我想這也讓我們的老人家 我們的娛娜媽媽還有我們馬多阿賽 在部落裡面能夠透過我們的文件站 來進行我們的語言的傳承 生活文化的傳承 也更是我們很重要的文化傳承的據點 所以再一次感謝中央的支持地方 也再一次謝謝我們所有各鄉鎮市的首長 一起為我們文化傳承來努力 縣長徐振會致辭時也表示 恭喜納豆蘭里落部落 明年可以將部落聚會所蓋好 並且感謝中央可以協助花蓮縣政府 在明年完成28個部落聚會所的興建 納豆蘭以及里落部落長年以來 必須借用公有停車場舉辦封年祭典 辦理期間都需要向公所申請 原明會主委表示 以協助吉安鄉公所將停車場 變更為機關用地 並且補助聚會所規劃設計費用 以及興建工程費 期望公所今年就能夠發包施工 讓部落擁有專用的聚會所 記者臨結吉安鄉裁判報道